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蘇鵝的戰爭 蘇鵝的戰爭令股票市場跌跌得很厲害 亦令到貴金屬價格 電池經常用來製造鋰電池 價格漲了幾倍 這件事經常會在戰士或投資銀行 數到別人倉的時候 就會去夾別人倉 應該是二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 一間中資 中信台庫曾經試過 跟別人賭這些澳洲的貴金屬 令到他 整個 倉位 是要傾訴賠償才能平得到倉 因為很多貴金屬的倉位 其實就是跟國際的大投資行對賭 他整個倉位就被他知道了 那這些貴金屬其實就是 很多時候都在等消息 引起這些投資者去對賭 比比介市新加坡也曾經試過有一個 投行人對賭 我忘記是對賭油還是對賭什麼 又是出事的 因為金融市場就是大鱷的市場 隔幾年就會有一轉 會夾這些人 那 試過很多間的投行爆煲 或者是輸很多錢 都是有這麼巧合地 那個倉位就是超越了 他那個 可以負責 承受倉位的極限 都是過了 之後就實有一個人 就是人頭落地 通常就是說 那個人 其實炒房都是這樣 通常輸了手氣不好 如果沒有去做止蝕的時候 通常就是會加碼 不認輸 就去追回那條數 越炒越大跌 每次都這麼奇怪地 他本來不可以做到那個倉位 風險的暴露 Risk Exposure 不可以這麼高 但是這麼巧 通常都有些倉位 他是上司給了權限 或者是他有些方法 比如上司可以檢查到他的權限 而持有超越他的授權的倉位 然後最後他就坐紀念監 出事 他上司就被人打手掌 就過去 這些永遠是 重複的 這次也都是 中資有間銀行 也都是 去那個倉位 被要求追加保證金 就是出事 這些是 說紀念一轉 這些 叫做 金融那些 夾爆煲的事件 就會出現 今天想講的就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聊聊 拜拜